台山縣岩平橋區段因車流頻繁 所以民眾要前往目擊療症 太志宏園區運動時相當不便 所以來向仙人員油耗澄清反應 因為這個我們岩平橋旁邊 兩個都有一個合體道路 那這邊是屬於有人在散步休閒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岩平橋的那個經過的車輛速度比較快 那所以這個中間是不能經過的 那所以拜託游議員這邊來幫我們跟42局來申請 就是說看能不能從下方有一個休閒的步道可以通過橋下 經由議員協調後 第四河川局也考量到地方交通需求 而江岩平橋下來設置人型步道 那今天呢 那我們也那個就是參照了地方騎老的聲音 那建議 那我們今天在完工之前呢 我們再請議員、政長 在地的代表跟鄉親們 一起再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做調整的地方 那我們一定會來為地方打造一個又安全又舒適 然後能夠共享我們的一個水質環境 有議員也感謝第四河川局能夠協助建構人型步道 提升民眾通勤便捷與安全性 今天的話特別要感謝我們社區的李友平李局長協助找到了經費 那為大家把這個延坪橋下這邊做一個人型步道 還在做一些景觀這樣子一路可以通到對邊去 所以大家未來來講不用再穿越台山線的馬路 而可以直接走這個地下人型步道 一方面可以欣賞河岸的美景 一方面的話也是這個安全都同時去做一個考量 而地方民眾另有提出在目擊療生態之洪園區 規劃壘球場的需求 有議員向四河局反映後也會緊述安排會刊 言意可行性與否 那另外的話 其實竹山過去來講 推動壘球風氣的運動非常盛行 那因為現在目前在竹山過去有一個壘球要產地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被機關收回去 那所以說今天來講 特別也跟四河局的局長也拜託 像東普那那麼好 木季寮那麼好的一個地方 未來是不是能夠可以規劃一個 讓竹山正義級南投線大家打壘球 的一個比較好的場地 也希望未來來講 下次的一個會刊可以共同的 來去看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協助推動 議長和盛峰感謝游議員與第四河川局 對地方交通需求的協助 也期許透過延坪橋下人行步道的設置 能讓民眾通勤時更加安全便捷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